北京时间9月29日,距离2018-19赛季常规赛还剩18天,而新赛季季前赛已经在近日打响,湖人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。 再加上章姆斯的加盟,其关注度再次飙升,湖人季前赛揭幕战备受关注,詹姆斯紫禁手绣引发追捧。 据最新消息显示,湖人手战门票已经收紧,可谓是一票拿球。 新赛季季前赛是正赛之前的比赛,季前赛周期大约半个多月,参赛球队不限于NBA球队,其他球队也将分别和NBA球队进行比赛。 比赛的战绩不进入常规赛中,新赛季季前赛第一个比赛日,76人战胜墨尔本联队,黄蜂战胜了凯尔特人。 湖人季前赛第一场比赛在第三个比赛日,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1日,此今将迎战绝金,詹姆斯生涯前15个赛季,此前分别效力骑士,热火,开NBA第16个赛季,将在湖人开启。 詹姆斯是媒体的焦点,他的首秀自然额外关注,据NBA记者Ramone的报道,湖人季前赛将在圣蝶哥市举行,该球场合计座位14000个,而在门票开售后不久,门票就被一场而空。 见证,这座球馆将作无缺席,季前赛能引起这样大的反响,足以见詹姆斯的影响力,连忙第一人不是吹的。 他自带流量,当然,球迷甘愿买票,主要是为了看詹姆斯,而至此前的消息爆料,詹姆斯早已承诺会出席季前赛接幕战,但是,季前赛不比常规赛。 他主要作用是帮助球员找状态,所以,詹姆斯不会打太长时间,最多也就打三些比赛,甚至更少。 对于大多数中国球迷而言,肯定是无法的现场为詹姆斯加油打气,不过比赛当月是中国国庆节,中国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驾驭,一边观看詹姆斯的湖人首秀。